真心幻觉情 恨女抢男友B拍裸照 新北市这名超觉情的灵性女子 上月活动三名男子持枪抢男友 被抢的月姓男子公称 二二八当晚她在家看电视 同居女友带了三名男子 其中一名李男持枪抵住她的头 说月男害得她分手 要求拿钱摆平 月男被迫千五十万元借据和本票 并向母亲掉两万五千元现金 由女友前往取款 歹徒还强拍她裸照 威胁不得伸张 最后李男更抢走她的iPhone 5S手机 留五千元给她后离去 警方日前巡线逮捕李男和一名共犯 李男公称 她和女友及越南这对情侣彼此认识 但她怀疑日前与女友分手 是越南从中做梗导制 加上领女欠她钱 她追讨时领女提议和演艺出戏勒索男友 当天越南本来向母亲开口要十万 但最后只有两万五 拿到钱后每人各分五千元 之后便未再联系 警方已起初嫌犯作案的玩具手枪 借据本票和两张裸照 讯后依强盗及防害秘密罪嫌犯办 并追气狠心的领女和李明在逃嫌犯 董新闻新北报道